近期中国全国田径锦标赛 女子100公尺跨栏中 来自湖南的九头生美女夏思宁 22日勇夺金牌 精致连弹也让她意外引起热论 中国今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省举行 而来自湖南的九头生美女夏思宁 22日在女子100公尺跨栏勇夺金牌 当时虽然她在起跑是最后一名 但她却不愿放弃努力突破 最后成功迎来大逆转 以13秒25夺下金牌 夺冠后她表示 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全新专注在田径上 短期目标是尽快跑进13秒以内 因此暂时不会考虑谈恋爱 事实上2003年出生的夏思宁现年才20岁 父亲曾是邵阳市田径队成员 有着运动天赋的她 从小还学过舞蹈 身体柔韧性协调性好 为跨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17年14岁的她就拿下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100米跨栏冠军 2019年更拿下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100米跨栏冠军 在2019年全国青年运动会女子100米跨栏上 更以13秒30大幅打破全国少年纪录 出席户军 出席户军